大家好,这一课我们学习Micropeer教程火焰检测模块 我们看到这个样子就知道它是一个检测火焰的模块 它通过这个红外接收器来检测前面这个火焰发出的红外线 它就可以知道是否有火焰发生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火焰发生器 检测器我们看一下 它的样子就是这么小小简单 那么我们首先把它安装到这个P0管角 我们安装完之后就要开始调试它 我在这里给大家提醒一下 比如有时候我们的模块拿到手 它这里是亮的 就说明这个没有调试好 我们要把中间这个灯调试一下 让它黑下去 我们首先向左边扭到镜头 然后向右边缓缓的旋转 直到中间的这颗LUD灯 灭下来 灭下来之后我们马上松开 现在就可以了 那我们就教条完整 那我们要获取它的工作状态 它的工作状态怎么获取呢 我们先打开这个浏览器 然后打开我们这个在线编程的这个编辑器 然后把这个之前的程序给删除 参除之后我们用显示数字去读取这个引脚 我们这个引脚是模拟读取 然后我们下载 我们看一下这个下载这里 等到下载完之后我们就可以读取这里的状态 现在已经下载完了 我们看一下这上面的数字滚动 它滚动的是1010 也就是说如果它是1010的话 就是没有火焰的状态 那如果我们点火呢 那我们现在点火 它现在显示的数字是44 也就是说如果 如果这个模拟读取引脚的数值 它等于44的话 等于44等于44的话 那我们就把这个LED灯给点亮 我们的LED灯呢 它安装在PE管角 点亮它 那我们现在设置为这个 如果它等于1010 也就是说没有火 那我们就把它关了 现在我们就可以删除 那我们把这个放上来 然后下载 我们下载完之后 看一下这个状态 现在是没有火的 然后它这个灯是灭的 如果我们点了这个火机呢 大家发现了什么 发现这个灯它就亮了 但是我们现在是不是有一些小问题呢 发现这个灯它是无法灭下去 我们先重启一下 然后我们点火 点火之后它就亮了 但是我们它亮了之后不会灭 我们看一下这里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等于10的时候写入数字值0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我们的灯它不会灭 所以说我们这个数字肯定有问题 那么我们这个1010 我们可以把它设置为改一下 改成不等于44 那我们再下载一次 下载完之后这个灯它就灭了 那我们要拿出我们的打火机 点火 我们点火之后 它亮了一下子 然后就不亮了 这是为什么 所以说它等于44的时候 这个数值还是不怎么稳定的 因为我们每一个模块 它显示里面的数字都有 都有可能是不同的 因为我们在这个我们这个课件里面 它这个数字呢 跟这个数字又是不同 因为我们采用了这个模拟器 就是这个数字可能有所不同 我们先改一下 我们在刚才等于44 那这个呢 我们可以大于44 这比44大的时候 因为我们刚才那个1010 它就是比44大 我们现在下载完之后再看一下 所以这个程序不是说 我们一下就把它做完了 而是需要经过很多的调试 还有测试 那我们现在下载之后 我们点一下 我们看一下 我们点火的时候 这个灯它就会亮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程序 已经成功了一大半了 但是我们可以发现 如果我们长时间点亮的话 这个灯 它是不会 不会一直亮的 这是为什么我们可以 这是为什么我们可以 自己去观察一下 然后自己去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我们需要自己去思考 然后呢 这节课的我们这个报警器 已经做好了 然后因为我们这个是LED灯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换成一个风鸣器 这样的时候有火焰发生 然后我们不用看这个灯 我们也知道直接听声音 就可以知道有没有火灾发生了 所以呢 我们这节课是内容是非常的简单 但是还是需要大家去自己去学习一下 然后我在这里做的实验呢 它这个无火焰状态 这个数据是10 然后有火焰状态的数据为42 所以说这个是数据是不同的 所以我们在采用不同的模拟 这个模块的时候 这个数字也不同 所以我们每一次都要自己去测试一下 读取这个营甲的数据 然后我这个程序呢 它是非常的成功的 然后这节课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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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